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是哪里 叫庶人书院 庶人书院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对 表示很重要的教育场合 那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典故呢 其实这一个庶人书院 本来叫做朱子池 是在保安宫里面的 是在保安宫里面 保安宫在那个时候 我刚才讲的是同安人 然后这边有陈维英老师 他认为说那个空间比较不够 所以后来在这边大家聚之 在这边盖一个书院 等于是私塾的地方 可能那时候闻风鼎盛 拜人越来越多 都挤到保安宫随些不通 干脆就移出来 那老师要带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好了 因为这边真的有很多的 祭祀的习俗 比较特殊 在国外可能我们也看不到 我们现在看到了有很多的贡品 对 然后这个贡品 当然在我觉得是在台湾很特殊 其实早期你假如到文庙 或者到那个 我们今天讲说 是祭祀这个空子的地方 大部分都会拿葱跟蒜 葱叫做聪明的意思 然后蒜就是比较是那个会蒜 蒜术 金打细蒜 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叫芹菜 就是勤劳努力的意思 你假如聪明又勤劳努力的话 考试对你拿来有问题 我以为是孔子爱吃葱姜蒜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说这样的情形之下 就有拿那个葱跟那个芹菜来拜 但是后来我们因为就是时代一直在改变 对 他现在有放水 其实那个叫做思绪泉涌 就是表示他在 因为我们有作文啊 干嘛 他能够在写作文的时候就文思泉涌 文思泉涌 这很重要 那还有凤梨就是好的彩头 很多东西有拿彩头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一些意义存在 但是在台湾 也没有人去拿乌龙茶来拜 因为我们今天要拜乌龙 在考试的时候真的很惨 千万不要 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有些禁忌啊什么东西 你就用谐音就好了 你就知道用什么东西来祭祀文昌立军 其实他们这边的话都会 影印这些准考证 然后现在的机器都越来越好 那个叫做影印机 有时候彩色影印 上次好像有人应该是 把正本放在这边拿副本回去 然后赶快来来换 来找妙工说到底有没有收走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越来越进步 很多东西你要越来越小心 要搞糊涂了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贡品真的很有意思 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矿泉水 文思泉涌 然后它 往来可能就让考运旺一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这个 我们不要自如好了 有些包装真的也是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 然后准考证 就是说刚刚老师有讲说 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身份跟目的讲清楚 对对对对 我要考什么 因为现在考试很多嘛 是是 以前很简单 就是 就是考举人考技术 现在不是啊 对 你可能要考技术类的证照 你可能要搞不好考驾照 然后考英文的啊 对考学历的不一样 所以说要让文昌帝君清楚说 你到底要考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来这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 文昌帝君应该是汉人啊 为什么他英文也懂 中文也懂 或者其他的外交的语言也懂 对对对 其实他就是一种教育的体系 就让我们多样化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这边 尊敬这种儒家的思想 让我们这个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或者礼仪廉恥 永远保持在那个 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后面 现在有很多的学生 新兴学子 他们也是一样 其实老师有时候带他们来这边 类似校外教学 或者来做这样的仪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真的 因为真的不简单 因为你到其他地方 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 能够有这样的教学相长的方式 来更了解当地的这些士生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在努力的为这些下一代在着想 你要有更好的教育的水准 教育的生活的品质 其实我们从刚刚 我们前几集我们看到孔庙 或者是到现在文昌军这边 我们都会发现说 以前的前辈都在为我们后代的教育 很努力的留下一些种苗 就是我给你们环境 我给你们地方 只要你们能够学习 让我们可以这个民族能够更进步 文化跟教育能够传承下来 所以其实大家都一直在为 这个地方来做努力 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是 好那老师我们看一下 中间就是我们主位就是文昌帝君 是 所以说要考试要祈求顺利 要文运的话都要来这边请他帮忙 好 明白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 你需要考试顺利 或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的 要他考试顺利的话 其实就可以到我们这个 大同区这个地方 素人素院 对素人素院 来祈求学业进步 对 而且很方便 素人素院到孔庙很近 两边都可以拜拜 对对对对 就可以考验很旺盛 是是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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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